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府后裔是一个大英雄 相传在远古时代 天上有十个太阳 晒得土地裂开了 河水都干了 为了拯救人类 后裔爬上最高的山 把天上九个太阳都射了下来 只留下一个 从此天气变得正常了 百姓能安居乐业了 为了奖励后裔 天上的神仙送给他一颗仙丹 吃了就能飞天成仙 但是后裔舍不得妻子嫦娥 就没吃仙丹 只把仙丹收藏起来 后裔有个坏徒弟 知道了仙丹的事 有一次 他趁着后裔出门 跑到他家 用剑指着嫦娥 逼他交出仙丹 嫦娥不想让仙丹落到坏人手中 只好把药放到自己嘴里吞了下去 嫦娥吃了仙丹 突然飘飘悠悠的飞了起来 他飞出了窗子 飞过了田野 越飞越高 夜空挂着一轮明月 嫦娥一直朝着月亮飞去 后裔回来 知道了事情的经过 十分伤心 他向天空望去 只看到一轮金黄的满月 月亮中的嫦娥 正向他微笑 后裔赶紧把嫦娥最爱吃的点心 摆上了桌子 当地的百姓 听说了这件事情 也纷纷在院子里摆上食物 表达对嫦娥的祝福 也向他祈求平安 这天刚好是农历八月十五 后来 大家就把这天定为中秋节 从此 中秋节赏月 拜月的习俗 就在民间传开了 到了今天 中秋节依旧是一个团圆的节日 每到中秋节 人们都会和家人聚在一起 吃月饼 猜灯迷 赏花灯 在九百多年前的中秋节 北宋著名文学家苏氏 写下了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 表达了对亲人的思念和祝福 更表现了他豁达的心胸 后来这首词被谱成曲 变成了一首歌 在视频的最后 请大家跟我一起来听听这首词 这首歌 明月几时有 明月几时有 我民情编输 徐总之有 炼转的歌 转驻隔地活着不灭 不应有恨何时长相别是缘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 此事不难求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缠绝 这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如果你有任何意见或者建议 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